接下來我們就來看一下我們今天的主題 各位 你覺得要做動畫容不容易 不容易 看動畫批評這很容易 怎麼做得那麼爛 好遜喔 等到你來做的時候才知道說 原來做動畫還真的不容易 但是呢 你又不是設計學院又不是設計科系的 要你做動畫有一點回難你 那怎麼辦 老闆就說要 這個老闆可能是真正公司的老闆可能是你的 指導老師 我們現在做活動要或者你社團活動啊對不對你要辦個活動你要做個動畫 現在只有 上個月的那個不夠了你知道嗎 上個月我們做海報 現在海報是基本的好嗎 你要有加分題 你要會做動畫會做影片對不對 所以 現在很多工作都是這樣要跨領域然後又要馬上會 那你沒那麼多時間去學 至少 你可以找到很多工具來輔助 因為現在所有的工具 越來越簡單 那所有的簡單不是說做出來陽春 而是做出來的效果還真的都 蠻專業的 會讓人家嚇一跳 你什麼時候去偷學一個 好 那給您看一下在這邊 這個部分呢 我就從這邊 直接用圈幕看一下 這個就是 我把 我們做完動畫跟什麼 虛擬色粉結合在一起 來參加 你也可以 輕鬆做客 Motion Graphic 動畫設計師課程 有沒有 這個其實你可以跟虛擬色粉結合 請多多指教 這樣OK 對不對 你單純做一個動畫當然也可以 那也可以像這樣把它做結合 都OK 那另外各位呢 下面這邊還有看到 這個 這個 那要你做這個動畫上完這個課兩個小時之後 可以完成這個動畫嗎 你有沒有興趣 我來是給各位增加興趣用的 真的 我最大的好處就是 上完課之後不小心就會了 真的真的 嘿 好這是其中一個反正現在下台中了 管他了 那我們就看下一個囉 這裡還有 因為以往如果說你要自己做這些內容 我相信 你也會有點害怕 對不對 我又不太會 這個是 我們待會介紹的第一個 Club Animator的 好他的這個線上的動畫 那你可以看到像做這些動畫 在裡面就輕輕鬆鬆就完成了 而且說真的 現在呢 你只要會什麼 你只要會泡泡就好了 你知道嗎 我們 很多的這種影片剪輯的動畫製作 現在製作方式 幾乎都是像 泡泡一樣 所以各位 你應該從小就學會泡泡吧 沒有學會的可以從國小再從你開始 但是你會發現 不管你很多報告是不是都用泡泡 對啊 所以你要做這些動畫 真的 很快就可以 有沒有 好 那另外在下面這邊還有一些其他的 我想我就先不看 我們往下走往下走 這個大綱在這裡啦 就是我們 今天 會跟各位提告的那個 大致上的一個內容 我用心智能方式有寫在這邊 好那如果你有興趣再看 好有興趣再看 這樣 各位對我們今天要上的內容 有沒有 有點概念 有 真的要有信心好嗎 看著我 真的你會 哈哈哈 OK啦 這個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然後 來 好